跟大家分享刘继明先生最新的文字 后抗议时代的阶级政治 刘继明先生说 当舆论场上还沉浸在究竟应不应该放开或躺平 谁应该为放开或躺平带来的染病和死亡人数猛增 部分城市陷入因药物短缺和医疗资源挤兑的混乱和恐慌状态 负责的激烈争论时 整个中国社会已经不可逆转的进入了一种后抗议时代 这种转变如此的突兀仿佛一出戏剧的发展 幕与幕之间的幻场缺少必要的过渡 使演员来不及换装和调整表情及心态 以适应新的剧情 便匆促登上了舞台 嘴里念叨的还是上一场戏的台词 由此出现的混乱 是导演亦或编剧之错 还是演员本身的过失呢 但无论是谁的过失 也不管我们对接下来的剧情是否接受和喜欢 作为后抗议时代的一员 我们必须把属于自己的角色演下去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说 不管你是富人和穷人 资本家和打工人 有产者和无产者 体制内和体制外 都将处于同一种境遇 但这并不意味着 每个置身后抗议时代的人的命运和遭遇都一样 不存在任何差异 恰恰相反 在面临共同的生存威胁面前 人们各自的阶层身份 乃至政治立场的差异 决定了各自的命运 也将千差万别 这一点 已经 从人们 从人们对清零 或放开 的不同态度和激烈争论中 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例如 身处体制 汗浪保收的公职人员 以及拥有资本和固定产业的实力者们 大都支持清零 而大多数无资 无产的劳动者 则希望放开 对前者来说 即使风控再长时间对他们的生活和生存 并无太大的影响 而对后者来说 则面临着失业 停工 无收入和停贷等损失 带来的直接生存威胁 这种威胁 甚至超过了对染病和死亡带来的恐惧 这显然是前面那些衣食无忧的人们 很难体验到的 刘吉平先生就这一段 就做了个粗线条的阶级划分 就是这个清零派 放开派 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阶级身份和阶级地位 决定了他们的抗议态度 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 人们对清零和放开截然不同的态度 也就是说 无论在前抗议时代 还是后抗议时代 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主要 还是一种阶级政治 正如一位署名青年 毛思想信仰者的文章所说 事实上 疫情不但没有削弱阶级矛盾 反而使得阶级矛盾明显化 尖锐化了 用现象描述的语言说 就是所谓的暴露了家具了 经济和社会不平等 这句话当然也是隔靴搔痒 但总好过闭目色听 脱离群众 仅仅从自己相对安逸的生活状态出发 为某一政策做法无限唱赞歌 甚至要把它上升为 所谓对所有人有利的政治政权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阶级社会里 每个人的观点 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对此 我们从最近舆论场 甚嚣尘上的清零和躺平之争中 强烈的感受到了 对于不少民族主义 或民族主义左翼 也就是民族立场的人士来说 主张放开和躺平 是美国西方国家煽动 以及国内买办资本势力做 配合 全部配合 这样的结果 其中的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对许多爱国大威和爱国粉来说 风控也好 是放开也罢 都是对的 不对的只是某些不听话 爱条刺 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群众 所谓党和国家 保护了我们每一个人 整整三年 是整整三年 国外付出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代价 而我们在过去三年里 一直风尽度好 我们太二叔能详了 这种话 便是这种 说辞的最佳的注脚 近期 刘布各主流和非主流媒体 有一句话 叫个人 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言外之意 以前是国家保护你们 以后就得你们自己管自己了 自求多福吧 有人指出 这是从社会主义 一步跨入社会 达尔文主义 不能说没有道理 那么 面对酷烈的现实 抱怨和责难 是徒劳无益的 对于无产阶级左翼来说 既要承认 与全体社会成员一样 面临着染病和死亡 共同威胁的境遇 但更重要的是 面对阶级政治造成的 各种等级身份 政治和经济地位的 巨大差异 如何为争取 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这利益 我喜欢他这个 这个利益 如何为争取 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这样的斗争 在前抗议时代 曾以不同的形式发生过 在后抗议时代 还将会发生 甚至可能更加激烈 这是阶级政治 博弈的必然结果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场 史料未及的复合型灾难 它使市场化 和社会主义的衔接 出现了裂痕 暴露了无法视而不见的 结构性经济问题 经济结构决定 思想方式 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 那就是我们能否一直 用资本主义的方式驱动生产 再用社会主义的方式 应对危机 这是我前些天 我看的谭吉克德 谭吉克德 谭吉克德的一篇文字 叫抗疫情三年纪 从社会主义寻找答案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我当时是怎么没跟大家分享呢 想不起来了 但这番话 这句话他说的是真棒 真棒 什么呢 他在这个抗疫的这个三年历史中 尤其近期的这个抗疫 这个巨大的政策变化和这个形式改变 这个中间他看到的什么 他发现了一个特大的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我们正在面对一场史料危机的复合性灾难 它是市场化和社会主义的衔接 出现了裂痕 暴露了无法视而不见的结构性经济问题 是不是所谓的印到邓选里的 人家说的邓个拿过来 又当成自己的话说 什么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 什么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 是不是这种他妈的诡辩数 这种毫无信息的样子 这种昏化 就诞生了在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词语组合 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 那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能否一直用资本主义的方式驱动生产 再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应对危机 但是我觉得他这句话中间还可以加一些东西 我们四十年的邓适改革 用资产阶级的方式 资本主义的方式驱动生产 那么驱动生产 生产的主力是谁呢 是中国的打工仔打工妹 是中国的工人阶级 是中国的数亿的农民工 他们是被资本主义的方式驱赶着的 投入到了这样的一场生产之中 四十来年 他们付出了他们的一生 一辈子 甚至几辈子的代价 他们这四十年的生存 是中国工人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 包括中国受压迫的这些个小资产阶级的一部血泪史 那么呢 他说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始终是用资本主义的方式驱动生产 然后遇到危机的时候 再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应对危机 社会主义的方式是什么方式 应对危机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社会主义的方式是什么方式 是国家集体 个人 正确处理国家集体 个人的关系 是舍小家为大家 是当国家民族有危难的时候 每一个国人的义无反顾 赴汤蹈火 奉献自己的全部 甚至生命 这是社会主义觉悟的 社会主义觉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的必然的选择 但是你把这两方面你看一下 最后你用资产金的方式驱动生产 付出最高产住代价的书写鞋类水 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然后呢 遇到危机之后 又用受水的方式去应对危机 损失和牺牲掉的 又首先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你还让不上中国人活了 这就是上个月末和这个月初以来 中国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几个城市 出现了那些惺惺之火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背景 一个背景 这就是广州的这些个工人们不动手就不能吃饭的一个工人们暴动的深刻的社会 毕竟和历史脉络 历史原因 他一个谭奇科德 抗疫情三年纪 从社会水寻找答案 推荐大家搜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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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的找得到 看一看 刘继明先生演了谭奇科德这文章里的这番话 我发表了一点疑问 相比那些瞎子摸象一样围绕着清零还是躺平争论不休的人 这位作者他说谭奇科德 可谓一语重地 只出了三年抗疫之所以功败垂成的真正原因 这也是我在此分享这篇文字给大家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文章最后说 现实已经无数次教育我们 在一个资本主导的社会 无产阶级的命运 是同他所属的阶级政治中的地位和身份一致的 只要这种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不改变 无产阶级的命运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 因此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 唯一的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选择 我给他加一句 那就是这就是三年抗疫的基本结论 谢谢刘基明先生的文字和你的思想 也谢谢谭吉哥德这位先生的文字 刘基明先生引用的 起码对我 颇有起码 相信对您 也一样 谢谢大家